奥运名额竞争丁宁战的先机,经过三天的激战,2018年的女兵世界杯,在四川省体育馆明金收兵,国平在杜鲍拉该将赛事冠亚军,大满贯得主丁宁第三次捧起冠军奖杯, 这也是刘国梁回归国平一线之奖后,收获的首个世界大赛冠军,本次女兵世界杯的含金量极高,除了国平两大冠军成员朱宇宁和丁宁外,包括日本选手平耶美宇和石川家纯,朝鲜选手金松一,以及各大洲杯赛冠军赛内的女兵名将都悉数参赛,最终的结果是丁宁和朱宇宁为国平再度保揽了该项赛事的冠亚军, 而这已经是国平第二次拿下女兵世界杯的冠军,而之前唯一一次没有拿下冠军是在2016年,当时的冠军是日本队的平年美宇,而那一次中国女兵并没有人参赛, 这也引证了刘国良在前对女兵形势的判断只要正常发挥,整体实力还是有一定优势,特别是女兵,从9月27日重新回归到国平一线之后,刘国良就开始了自己的行程, 刘国良亮向世界杯的目的也与考察东京奥运主力有联系,目前中国女兵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优势, 如不出意外,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女兵三个名额将在京宁,刘诗文,朱宇令,陈茂和王蔓越五个人中产生, 不仅如此,刘国良心中已经有人选,刘国良表示,如果单纯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,大赛经验,心理素质是我们观察的重中之重, 毫无疑问如果按照这个标准,为女拼球员都身经百战,都符合这个条件,所以刘国良又加上了另一个标准, 就是我认为东京奥运会是一老的爱心,已新促了,新老结合的大方向,而如果从这个条件来看, 两位老人肯定是丁宁和刘诗文,新人则是朱宇令,陈茂和王蔓越,按照里约奥运会和文多奥运会的用人标准, 丁宁和刘诗文二选一,新人则是三选二,朱宇令已经东京奥运周期,逐渐成长,美女拼动良, 而王蔓越更适合双打的打球风格,这无疑将为他们在东京奥运会的名额竞争中增现不少砝码, 而两位老人丁宁和刘诗文相比较,丁宁无疑已经占据上风,27岁的丁宁早已经成就大满贯身份, 目前正处于运动生涯的巅峰期,技术和心理越来越稳定,而刘诗文不仅没有拿过奥运会和世锦赛与当冠军, 因为曾经莫斯科是拼赛的势力,要想早一直缺乏打应账的心理素质, 看击达能力难过关,更看好刘诗文和丁宁谁挣扎奥运会呢, 欢迎留言讨论,支持中国体育,欢迎关注忠诚家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